大家好 童文成突破 童文成我是童文勋 关于思想坦克王太利的这篇文章 让我想去找到就是说 到底思想坦克背后是谁 当我们知道说思想坦克可能跟这个 蔡英文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她不断的发出来的文章 她的东西其实不多 可是通常就是非常的维护蔡英文 那么后来查一查呢 发现说你如果去思想坦克的网页 或者是她的这个FB 你都看不出来关于我们 她会说我们是谁 她只说了他们有什么样的高原的目标这样子 可是你如果说去找台湾智库的这个网页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哦 原来思想坦克是台湾智库 财团法人台湾智库的媒体 而现任的这个董事长是谁呢 财团法人台湾智库 现任董事长是吴荣毅 也就是我们的前行政院副院长 好 那么其实我今天呢 一样公开对于吴荣毅先生 吴荣毅董事长 呼吁您赶快下架 这个思想坦克王太丽女士的这篇文章 因为对我来说 同温层当时为什么叫做同温层 就是因为跟我的名字是谐音 所以我们有一个趣味性 我们就是希望用同温层可以突破 同温层突破认知空间 所以我们才开了这样一个节目 除了这篇文章 王太丽的这篇文章 除了污蔑毁谤了同温层之外 其实还涉及其他的不同的媒体 那这个没有委托我们 我们也不接受委任 我只能说在百忙之中播出时间来 我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很简单的一句话 鸡羽可以沉舟 用羽毛 羽毛非常轻嘛 鸡羽可以沉舟 然后急轻呢 你把很多轻的东西呢 放在车上 你可以把这个车轴呢 给压垮 压断 所以不可以说 只是小小的这个罪恶 所以我们就放他过 有些东西觉得 实在是没有时间去理他 那也没有办法 可是这件事情我认为说 如果以王太丽 他还以写报告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辞 然后他确实在过去 在可能2014年的时候 我们查的一些资料 他也确实曾经以研究 这个选情选战 研究这个网路 媒体的这些 一些data 然后发表他的所谓的 研究报告 那哪一天呢 他就把对我们同温层的污蔑 写进他研究报告里面 那我们是含冤莫白 似可忍 孰不可忍 你可以在大街上骂人 你现在就必须要 在大街上道歉 这个是我们的原则 所以关于吴荣毅董事长 既然是你旗下的媒体 你就应该要把他管好 既然是你旗下媒体发表的文章 他毁谤了别人的名誉 他就应该要马上被下架 再不然的话 财产法人台湾智库 也应该要负其 你应该要负得法律责任 好 这个是我一开始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来禁告 这个财产法人台湾智库 必须要马上行动 思想坦克 必须要好好自己反省 那再来就是王太霖女士 我们还等不到你的回应 所以我也不会等 我的时间就是三天 所以今天三天已经起满了 那么礼拜一我们就会提起 这个刑事跟附带民事的诉讼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 这个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那么因为这个公听会 所以这个在公听会的时候呢 教育部高教师的这个司长呢 又出来回答了一些关于这个 教育部怎么样去审 蔡英文当时的副教授的资格 还有教授的资格 那么当然我们听起来就是说 他在公听会所讲的东西呢 就是老生常谈 他之前所讲过的东西再讲一遍 那么回来看 就是他提出来这个政大 他的话我们应该要把它好好看一遍 我们先看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各位先进 各位委员 你们所提出来的问题 他初步的一个回答 他说蔡总统的教师资格审查的资料呢 我们都依规定保密 这是我们过去一项的原则 所以并不是说 只有针对蔡英文才这样子保密 这也是我一直来的 一直以来的说法 就是说我知道 这个教育部目前的做法 都是用个资法来保护的 并不是说针对蔡英文的东西 特别去把它加密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那教育部高教师又在就这个部分呢 他又做了一个声明 第二他说 有关于蔡总统教师资格审定的程序呢 事实上在七月的时候 他确实他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他有去做一个查队 他说当时我们确实是依照规定来审核的 而且发有核发的证书 核发的证书就是副教授的这个资格 在这个证书的影本 这第三点 他讲的东西应该是说蔡英文的博士毕业证书 在证书影本部分 教育部当时收到政大所报过来的教师资格审查资料中 所付的毕业证书影本 我们有跟政大所留存的毕业证书影本在座确认 两者是一致的 所以证书在经过比对之后 没有问题他这么说 那么我们针对这句话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蹊跷的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教育部当时收到的是什么呢 政大所报过来的资料 付了一个毕业证书的影本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回答判断就是 教育部高教师教育部 不管当时是谁省的 教育部在所留存的资料里面 清清楚楚的呈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从来没有看过蔡英文的毕业证书证本 所以毕业证书证本在当时就没有出现过 另外一个是说 他不是说这个政大送过来的这个公文吗 对不对 所附的资料吗 那这份公文到现在有没有流出来 如果大家回去看 七月的时候 教育部高教师 朱俊章 朱俊章他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你把他的全部的资料拿出来看 事实上后来有网友去查到一个 教育部的一个PowerPoint党就是简报党 就是当时他所用的简报党 那我们看那个酒办就哈哈大笑 是因为朱俊章他拿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蔡英文后来补送到今年后来补送到LSE的妇女图书馆 这一份私人银本就是黑皮的这个私人银本呢 他说他附在里面 说是呢当时那个政大所送过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你手上没有当时蓝皮的那个东西 也没有银本 也没有照相 连蜂皮都没有 尸骨无存啦 是不是当时曾经存在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然后你说就是这个我们请那个驻外单位啊 就是当然是我们的朱英的代表处嘛 跑到LSE的妇女图书馆 然后拍照 这个黑皮的这一本东西呢 就是当时的那个东西 那简直是开 这是慌 非常的荒谬 非常的开玩笑 因为七月的时候呢 朱俊章开这个记者会啊 我其实也被媒体骗了 因为七月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是所有媒体说 教育部出来澄清了 确实当时有附了这个毕业证书 确实当时有附了他的这个博士论文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追查这件事 其实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有机构效应嘛 教育部都这样讲了 你是一个公务员 你有必要为了这种事情说谎 然后断送自己的前程 甚至到最后惹祸上升 不但要坐牢 然后退休金完全一毛钱都拿不到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后来在九月 因为九月四号 蔡英文去告了 贺德芬跟林环强教授之后 我们开始查这件事情 当然第一件事情就要去看 七月的时候高教师说了什么 教育部说了什么 就我们查到这个资料之后 一看就哈哈大笑 你拿三十六年后 蔡英文送进去的 这个真假难辨的一个东西 说就是三十六年前 那个政大送进来教育部的东西 请问你证据何在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你现在这个东西是完全是浮夸的 意测的 完全没有更何根据的 完全没有任何可信度 好可是呢 关键来了 要知道我们去查七月的时候 教育部高教师所拿出来的资料里面 有没有总统府发言人在九月四号的时候 在告林环强跟贺德芬 他拿出来一份公文 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个公文呢 他把它命名 好你看这个左上角 就有总统府发言人这几个字 这个符水印 然后下面呢 他自己把它压上了一个说明 这张这个东西 他把它说明成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附件第五张图 第五张图就是去告发这个 告诉控告 林环强跟贺德芬这个毁谤 这个书状里面的图五啊 这个图五呢 叫做政大治教育部公文资料 再讲一遍 政大治教育部公文资料 然后你看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其实你看他的院长是谁呢 叫做欧阳圈 然后他的这个 有一些这个校长 校长呢 根本就是一个 带章 然后主任呢 有些还是这个 简称 那所以 这看起来是一个公文吗 不是 他在这个字头上面 就写得非常清楚了 是什么呢 他说 这个是国立政治大学的函稿 保管的年限呢 是05-0203 05-0203 然后党号有一个99 这样的一个党号 然后移用硬性 就看起来很乱 然后发的时间是什么呢 是发文 是你稿 是发文 受文者是要给教育部的 然后附件呢 如文 然后主办单位是人事事 然后将来呢 发文的时候的主旨 写这些字 然后说明写这些字 最后会用校长欧阳圈 为什么会去避讳校长的名字呢 因为这是一份内部的函稿 内部的函稿 那内部的函稿 是不是正式的公文呢 不是 所以总统府发言人的脸书 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 政大智教育部的公文资料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原自简单 并力求突破的理念 Apollo Fiber Insight 暖心发热背心 材质轻盈 独家发热技术 为您抵御每个寒冬 我们采用来自矽谷航胎科技 超维电热纤维布 产品具有远红外线功能 穿在身上有维温效果 调节身体机能 活化细胞 促进代谢 市售机能发热衣 大多仅有局部热源 发热面积小 热能容易流失 暖心发热背心能锁住水分 防止静电产生 干燥季节来临 让您不再是行动发电机 预防登山湿温 雪地保温 急速滑雪 车子困在雪中 泛舟 浅水 宿溪 保暖盛品 暖心发热背心 可水洗 可积洗 可浸泡 极限滑雪 晨起 穿上暖心发热背心 放松肌肉与关节 挥干 打球更顺畅 冬天不再吃肥 战胜低温胖 这么做更有效 为您开展更舒适的生活体验 持续进化的保暖科技 给我温暖 暖心发热背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好 这个 这段进来之前 我们在讲这个 猪头印章 最后长这个样子 就很像是丝章 所以带进去投开票所 应该还蛮方便的 所以呢 喜欢盖谁就盖谁 那个 三个候选人都很好 所以一个人就给他盖一个 还蛮可爱的 这个 我觉得这个小猪 这本书太可爱了 非常可爱 那 所以如果说要这个 想要省时间 不要去磕这个印章 因为磕两个印章下来 其实还蛮贵的 那么我们大量去磕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大量 就是只做了两百个嘛 那 这个 费用会比较省一点 那我们也结合了两本书 一本就是我之前 跟高尔班博士 一起出版的这个书 叫做出逃出路 离开中国之后 里面有很多台商在中国 怎么样被迫害的这个案例 那每一篇后面我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短评 这个是这本书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结合 《智慧语》 我们现在要整个计划要开始启动 那么《智慧语》这本书呢 是解释了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值得收藏的是因为呢 在有一个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跟杨献宏 杨大哥 一起做的一个世界 世界文明的编年表 我们重做了一个世界的文明的编年表 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进来呢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脑袋里面 不应该去记得那些帝王的名字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这个高中的时候 国高中 我的历史地理的成绩都非常的糟糕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强记死辈的人 可是你如果做成一个 类似一个好像歌谣那样子 也许我就会有办法记得了 比如说汉朝的皇帝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东汉的皇帝怎么样记呢 高慧文景武昭宣 元臣哀平如子音 像利比亚 我们其实不应该去记得这些皇帝的名字 因为这些皇帝到现在为止 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呢我们即使去记得 就是去比照汉朝那个年代的时间呢 你就会发现说 你还不如去记得 什么时候呢 有一个很古老的壁画 这个是在史前的 在西元前三千六 不是三万六千年 这个是法国东南部 这个岩洞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斗牛 怎么样 他有一些红点就是标示了那个红点 他怎么样教这些斗牛士去列这些野牛 所以后来为什么在法国的南部 在西班牙还有斗牛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呢 其实这就是师父传给徒弟 一代传一代的一个传承 然后这个在三万六千年 这个文洞 岩洞里面的这个壁画 完整的呈现人类的文明 在这一段时间的活动 那到了这个西元前一千年左右 其实真正中国值得被记忆的可能是诗经 他是最早被记载的一个诗歌的总集 然后相对的在西方呢 有斐尼基的文字 那么我们应该去记得很多的这个大的书法家 比如说像王熙之 那个我们现在使用的中文 影响是什么 这些人跟什么蓝啊绿啊 什么中共啊 什么美国啊 这些人都没有关系 可是他影响现在人非常的深远 包括我们现在还在用的这一些各种电脑的字体 影响到今天 那么还有什么时候 谁发现了多少那个化学的元素 有很多的科学家的那个发现 其实他不是发明 他是发现了这个自然的现象 或是发现了自然界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物质 那这个物质可以做什么用 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有一只手机 可是你知道一只手机上面有多少化学元素吗 那这些化学元素又是谁发现的 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是这些 对于人类的文明人类的历史 有重要的影响的这些历史 所以整个整理是非常长的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有时间的话 应该要好好的回到我们的正轨 我们的正轨不是在谈论文门 我们的正轨应该要回到这个 我们谈的这个编年 所以我们这本书跟这个印章 就是开放那个只有一百本 那如果有人要单购这个书的话 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开放 可以单单独购买这个书 我们再请这个小编去联系这个网路 这个后台我们把它打开 因为这个书我们目前还没有打算再版 所以大概只有四百分 所以对于我们整理的这个编年表 以及我们将来要做的这个teecoin的计划 其实这个就是最早启动的计划 这个是对于这个非票章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讲到论文 那我们刚不是说吗 73正人字第3057号函 这个是一个内部的拟稿 那内部的拟稿 跟到最后出去的公文的内容是什么呢 照理说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当然现在有人在质疑说 这个拟稿可能是有人去增加文字的 如果真的是有人去增加文字的话 那么跟最后的公文来做比对 那么就非常清楚了 所以拿出一个内部的拟稿 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动作 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总统发言人 你既然不把这个东西当做是一个秘密 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段说 那个教育部高教师师长他说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所有的内容 审定资格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认为是秘密的 我们依规定保密 可是看一下这个内部的拟稿 他的密等是什么 他并没有密等 他并没有密等的部分是空白的 所以这根本不是机密 可是知道吗 7月的时候教育部高教师就不敢拿出这个函了 而教育部高教师手上会不会有正大的这个函稿 你稿 不会 他如果拿出来的话绝对是一个正式的公文 就是这个正大最后用欧阳勋的名字 全民不会有一个欧阳圈 避讳他的名字 一定是全民 然后用正大正式的公函 然后盖章出来给教育部 这个东西是在教育部必须要永久保存的一个资料 那他既然不是密等 你为什么要用什么机密保护 或是个人的这个隐私去保护他 绝对没有这种事 所以这个公文应该是申请就应该要拿出来的 所以我们建议这个立委 应该要去申请这个公函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真正的公文拿出来 那么真相就大白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就这个你稿 到跟最后的这个最终的东西是不是一致 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上面再做争执 教育部应该要公布 真正的正大至教育部的公文 那既然总统府自己也把它公开了嘛 第一个他不是密等的文件 第二个总统府已经公开了 那么就应该要公开的是 正大至教育部的公文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 总统府你既然能够拿到 正大的内部的函稿 照理说这个函稿应该要保存在谁手上 在正大的手上 是不是我们看他保存的方法 上面也有注记 可是为什么会落到蔡英文手上呢 显然是蔡英文派人 跑到正大去要了这个资料出来嘛 那要了这个资料出来 同一份公文档案里面一定有正式的 正大送出去给教育部的公文不是吗 你为什么不是公布那一份公文 而拿出一个叫那个正大至教育部的这个公文的 你稿喊稿 这个上面就会让人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所以拿出来吧 既然你都已经拿出来你稿了嘛 就是你的草稿你都拿出来了 可不可以不要老是给我们看草稿 给我们看完稿好不好 就是正大真正治教育部的公文拿出来看一看 中文文化 今天到了所以我觉得会更能够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需要做一个温暖的美人 我认为睡美人才是真正这个节省时间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可以补充的能量 然后把你的白天因为压力因为疲劳 或是突然有一些过度运动 譬如突然去践行或是去爬山 其实发炎的这本身是造成很多 包括免疫系统的问题 可是热敷可以消炎这件事情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我都要消炎了 我怎么可能再去热敷它 其实促进血液的循环 其实可以带走这些 比如说新陳代谢产生的 或是你运动过后的一些乳酸 其实热敷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一开始这个发明是一张单人的设计 然后它里面完全没有电线 所以你可以去揉它 我都把它单人的部分 我都把它放在床单下面 黄筷前面这个是一张新发明的双人床垫 它可以整个罩在双人床上 它有两个温控器 就是夫妻最同一张床 可能可是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 所以可以自己调整自己喜欢的温度 太棒了 就是讲课讲话 就是很每天都在讲话 非常废喉咙 对 所以说其实我用了以后的感觉 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 哇夏天为什么要用 因为我们家比较靠山 所以那边的话就是会比较湿 所以那就是这个厂商说呢 这个是可以就是可以让尘埋 可以杀尘埋 可以杀尘埋 它有经历报告的 对我真的就觉得 我真的回家以后 我就觉得那个早 就是晚上你一上床 那感觉就是很干燥的 很舒服的 就整个环境 就是不再是过敏源就是减少了很多 再加上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是伪觉有错过伤的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只不过是弯腰下去穿鞋子 绑鞋带 结果就怎么搞起来的时候就站不起来 后来就说你是不是以前受过伤 对的确是 可是我这时候送了这个 就是睡了这个之后 真的我觉得这个 就没有旧伤就没有再复发了 对很舒服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说 哇这一上床 一上床的时候 尤其是就是天气有点凉的时候 温暖的 对那种温暖的感觉 那夏天你也是开冷气 可是你进去那种感觉就是很室温 而且它又有四段的 调整的温度的那个 所以你可以就是说 从那个一格再到四格 就不同的温度 再加上它没有电池 我就非常安心 你有用过四格的最高的温度吗 对 那个就是冬天嘛 如果冬天又很冷又下雨的话 我会先把它开到四格 然后等到我要上台的时候把它调整两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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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童文层突破童文层 我是童文勋 我对于王泰丽女士 写的那一篇奇怪的文章 说这个童文层是大量复制 政经关不了的内容 好像把我们打成一窝 就是用廉价的低成本的 然后讲的东西都是假新闻 所以我们是微网红 然后跟假新闻的距离 假讯息网路的这种 就是在制造国家的纷乱 把我们打成一窝了 其实我们所说的东西 都是真凭实据 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而且我们追查东西 就法律人的立场来说 对有利跟不利的证据 我都一并追查 所以其实很早之前 我就呼吁过一件事情 就是当这个9月27号 总统府开放 蔡英文的国土版的论文草稿 给大家下载的时候 我当时就呼吁一件事 哦 我们终于知道了 你所谓的指导教授 有三个人吗 一个叫做Michael Elliott 而且你还把Elliott的名字写错 这也就算了 另外一个就是Barthello 就是你康乃尔的 那个LM的时候的老师 另外一个呢 是在这个LSE的 事实上他是一个经济学者 叫Hindley 因为你在文章里面 也有引用到他的一些主张 一些论述 那么很不幸的 Michael Elliott 在两年多前去世了 Hindley呢 也已经过世了 结果Barthello呢 被你刺死 结果人家尚在人间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没有关系 这是你自己主张的 你有三个指导教授嘛 或者是说 你的指导教授就是Michael Elliott 然后另外两位教授呢 或是博士呢 给你无上的 非常无价的一个comments 既然是这样的话 他们能够给你comments 绝对不是隔空抓药嘛 既然不是隔空抓药 也就是说 至少Michael Elliott 跟Barthello 跟Hindley 手上都有你的论文草稿 那你的论文草稿 在口试之前呢 一定是这些人 给你很多宝贵的意见嘛 所以你更改更改又更改 你不是说 你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 在校对吗 然后才去口试吗 那这个草稿 一定在这个 几个老师手上都有嘛 那么其实一个教授一生中 所指导的这个学生 不会太多 尤其是后来变成总统 这个东西即使在 本来被藏在车库里面 都会被挖出来 你看这个Barthello 即使是在三十几年前 这个蔡英文念了两年的LM 他的学生册 红皮的这个学生册 他都翻出来了 那如果他手上有你的论文 即使是草稿 他也应该要翻出来啊 如果他完全没有看过你的论文草稿 他手上没有你的论文草稿 他如何给你 unvaluable comments呢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隔空抓药嘛 那个年代没有email 所以呢 回来讲就是 那个除了这个草稿之外 这三个老师手上 应该也有你的论文的正本 那这个论文正本 应该要长得什么样子呢 就是林环强教授 跟徐永泰教授 他们去LSE所印出来的 这个蓝皮 我们请导播来看一下 不是你那个那本黑的 就是这个蓝皮 所以呢 这三个人手上应该有你的蓝皮的论文的正本 好 蓝皮的论文的正本 Basello没有去世嘛 可是我们知道 东森的记者曾经去采访过Basello 结果Basello拿出来两本薄薄的红皮的 这个东西 是他的学生册 那所以呢 Basello手上没有他的蓝皮论文 这是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 还不到百分之百 但是八成以上有把握了 那另外两个老师 虽然已经去世了 可是他的遗孀 遗孀 尚在人间 应该去车库翻一翻 去书架上找一找 应该可以 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因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历史文件 不是吗 而且我觉得 有一个人手上一定要有 就是Michael Elliott 他是你的指导教授 对不对 那么他的遗孀是谁呢 他的遗孀正好是一个专门在做历史研究的人 因此历史研究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 他绝对不会随便丢东西 好 而且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蔡英文的师母 这个师母呢叫做Amar Oxford 他的 last name 他的姓叫做牛君 这是一个听起来就是英国人的一个姓 那么Amar Oxford呢 他说过了 因为在这个Michael Elliott去世的时候呢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那他也曾经公开的说 就是说 这个 他先生去世了 这个 他们全家的心情 是跟小孩的心情 是无可言喻的悲伤 因为 这个Michael Elliott 是他 四十年来的配偶 是这个 致爱 那Michael Elliott 在两年多前去世的时候呢 事实上年纪并不大 他只有六十五岁 就是一年找世算是 那六十五岁 他跟他结离四十年 所以呢 Michael Elliott 二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而那个时候呢 他就在指导蔡英文 所以按理蔡英文应该认识Amar Oxford 对不对 你认不认识你的师母 你如果认识你的师母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会不会认识你的师母 早于认识你的老师 会不会是因为 你认识Amar Oxford 所以才有Michael Elliott 来指导你的这个安排呢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可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呢 来 我们先导播进来 Amar Oxford 这是他的相片 他之前有出一本书 叫做At least we lived 这个书呢 在这个初书的这个里面 附了很多珍贵的相片 这个珍贵的相片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包括他父亲 那中间有一个人呢 是谁呢 他是 就是当时 驻中国的时候 驻中国的时候 跟中国的将领 而且Amar Oxford 他有一些 他的这个演讲 公开的演讲 就说过了 事实上他的父母 当时是蒋介石夫妇的座上宾 甚至他们结婚的时候呢 蒋介石还特别派过 这一个 他的亲信呢 去 去 去给他们的祝福 带着贺礼 去给他们祝福 所以这个还是在 他的父母 这个电报里面 所揭露了一段 这个故事 所以 这个 这个家庭呢 跟 蒋寿美宁夫妻呢 是有往来的 是有交往的 那么在 前几集 我们曾经揭露 其实蔡介石家 可能因为 修车的关系 所以跟蒋寿美宁夫妻 也有关系 那么 再下来 我们必要说 记不记得 这个 Michael Elliott 后来 他在 很重要的 这种杂志 经济学人 担任了 重要的职位 然后 他担任了 很多人权相关的事物 的重要的工作 他一生 几乎都奉献 现在就上头了 可是 我们要知道 这个 蔡英文 在LSE的时候 拿的是什么 Henry Loose的奖学金 Henry Loose是 Time杂志的创办人 他也是 跟蒋寿美宁夫妻的 关系 匪浅啊 那么 大家有没有 有点串起来的感觉 其实 他们本来就是 嗯 在一个生活圈里面嘛 对不对 所以 从Henry Loose 奖学金的这张 其实学习卡 也是 蔡英文 自己拿出来的嘛 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有办法 去跟LSE 挖出这个东西来呢 可是 我也很纳闷 照理说 就像我们上一段 所讲的 教育部 跟 政大的公文 往返 你除非 去跟政大 调资料 或是跟教育部 调资料 应该是可以 调得到的 尤其 关于蔡英文自己的 副教授的 深等的资料 当事人当然 自己可以去调嘛 就没有什么 个人机密保护法的问题嘛 对不对 可是 政大制教育部的函稿 内部的你稿 为什么 总统府发言的网站 脸书的网站 脸书上面 会有这个东西呢 你显然是直接去 跟政大挖出来的嘛 政大把整个公文 都交给你 对不对 那这个公文的档案 既然在你手上 你为什么去公布一个函稿 手写的东西 途途改改的东西 而不是直接给我们看那份公文呢 政大制教育部的公文在哪里 既然你都已经把函稿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嘛 既然你把函稿都已经公布了 这没有 这没有什么秘密的问题了 请你把公文公布给我们看看 回来讲一样嘛 学籍卡 你既然能够拿到LSE的学籍卡 显然你已经去调阅 跟LSE拿到了相关的东西嘛 那你到底还没有东西是隐匿的 你为什么要隐匿 你是不是在1983年的时候 通过了博士的资格考的时候呢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张学籍卡 还是你根本 即使去考了那个考试之后 你仍然没有去重复注册 没有再去注册 所以你没有完成你的博士的学程 是这样吗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再说 回到这个讲A嘛 offer 就是有利不利的证据 我们都一并调查啦 那你既然现在上穷必落下黄泉 你都找不到 你自己的蓝皮的论文 这不是很糟糕一件事情吗 那么Emma Oxford 可能手上有啊 不是吗 那请赶快去问问他 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 为什么 我相信应该还在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 他连他父亲当时什么轰炸机 什么信啊 连信封连印章 连当时的邮票 还有一些相片 谁写了一个东西 给他的父亲汇存 以及他当时他父母结婚的时候拍电报 讲到了蒋中正还特别派了亲信去立席 去祝福 连这个电报都还留着 怎么可能把蔡英文的蓝皮的博士论文给丢了 弄丢了 不会的 所以找他是透懂 好 赶快去找你的师母 Emma Oxford 也许我们就有机会出土这本什么呢 蓝皮的蔡英文博士论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时候晚上睡觉不是那么的躺着这么好 因为我喜欢撤睡什么的 再加上就是说可能我们低头足 每天滑滑滑 然后再加上电脑看得很僵硬 或者是坐在那边开会 或者是跟客人讲话都是很正经为座的 所以这脖子就是有点紧 所以把他每天早上挂上去以后 就觉得马上有治疗的效果 就觉得整个早上起来你的脖子就已经很柔软了 很舒服 所以我就是挂上去以后就刷牙洗脸 做早餐 然后一直到要不要出门上 这样就已经热敷了一两个小时了 所以就觉得这脖子好像就已经是新的脖子了 就可以以后可以开了出去再去找他 四年 大家好 童文尘突破 童文尘我是童文勋 很多观众朋友喜欢给我们出那个题目 你真的觉得说我到处都可以去查到东西就对了 但是我必须说这个资料呢 不是我查的 好朋友给我的 那我说你这要害死我 我可能要讲一百年都讲不完 那可能真的要讲一百集 为什么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台湾大学的中南捷径 这是什么样的中南捷径呢 这个中南捷径叫做国家发展研究所 凡是你想要当市长的啦 当县长的啦 当议员的啦 当立委的啦 当网军的啦 去国家发展研究所 先去挤一个位置 那为什么讲到网军呢 就是有人要我去查杨慧如 我好累死了 还要再去查杨慧如 所以我们今天插播一下 我们来说杨慧如 那杨慧如呢 他当然他是网军 而且我们其实有一集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 其实在政治这个领域的网军呢 他分成三层 就是做决策核心的那一层 跟这个政治人物 那个叫做这个几掐 这个五个人呢 在一个车上就可以做决策了 所以叫做几掐 那这个核心之外 就会有他的基要幕僚啦 是第二层的圈圈 这第二层的圈圈呢 要去负责控制什么 可能是他的顾问 市政顾问啊 什么什么顾问啊 就是甚至是外面的企业主 帮你养的人 他们去指挥最外那一层的第三圈的网军 照理说这个杨慧如应该是第三圈的网军 他并不是核心圈 他绝对不是核心圈的 他可能也还摸不到第二层的第二圈 他可能第二圈的边 他跟第二圈的人绝对非常的熟 甚至他们曾经是同学 甚至他们有非常的好的闺蜜的关系或怎么样 而 究竟第二圈的人 是因为杨慧如关系 所以进入第二圈 还是因为第二圈的人跟他认识 所以杨慧如进入第三圈 这个部分可能 在不同的政治人物的 这一个操作的里面呢 可能有先有后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用去细分他了 反正呢 他一定必须是跟第二圈的人非常的熟 所以才能够及时的掌握 以及发号使力 好 那为什么说 台湾大学 国发所是一个中南捷径呢 其实大家今天如果去查 会发现说 杨慧如的维基百科 这个维基百科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常常觉得现在可能有一些东西 必须要再去做查证 因为维基毕竟是 是开放的一个 共比的一个领域嘛 所以可能有一些 疏漏是在所难免 所以有错的时候 大家就再去改这样子 那都说是杨慧如呢 是成功大学的历史系毕业 有没有毕业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曾经说 他后来延毕嘛 那延毕延毕延毕到最后 到底是不是真的毕业 我们其实不知道 但是维基百科以外面都 照着他自己的说法 就是说 他是成功大学历史系毕业的 历史系毕业之后呢 他就有一篇文章 他就说他考过很多次 他想要去考这个台大的国发所 好 然后呢 这篇文章说 我叫杨慧如 今年35岁 所以是在102年的时候 那一年他35岁 也就是6年前 那他今年41岁 对 他说他第四次报名台湾大学国发研究所 终于录取了 那所以我们来查这个榜单 也就是102年国立台湾大学的硕士在职专班招生录取名单 看到没 跟他同榜一起录取国发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 甲主的有哪些人呢 有 潘孟安 郑取 有林俊宪 郑取 有杨慧如 郑取 所以呢 这个录取呢 总共有14个人 被取有6个人 最后 这个名单里面还有这个林志坚 林志坚 那么 所以他是谁的学生呢 国发所 他是 现在的陆委会主委 陈明通的学生 陈明通呢 我就说这个 叫我讲这个东西呢 我不知道我要讲多久才有办法 他总共啊 指导了 我们如果从硕博士论文去看 他总共指导了156个人吧 156个硕博士生 那么 其实 随随便便画一画 大家来看 这个看得到影光笔吗 看不到 因为字太小了 我现在手上的这个东西 总共已经有四张了 四张 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陈明通指导的硕士生 那里面呢 我随随便便练一些名字吧 大家应该都认识了 有高嘉瑜 有郭国文 有这个洪志坤 有这个林修全 有洪耀男 有周锦文 大家自认得他吗 自由时报 周锦文 然后 当然有很多的记者 然后 有杨喜慧 可能有人知道他是谁 那么 还有谁呢 吴宜德 还有潘孟安 那么 没有 没有杨慧如 那 所以 这个是指导的硕士论文嘛 所以杨慧如再次 议业 他根本就 没有完成这个学位 不过他考上了国发所 然后他的指导教授是谁呢 陈明通 这个就是 这个 杨慧如的整个 政商关系的 其中一个 其中一环 所以跟他 这个同学的 当然当然 这关系是肥浅啦 那么 至于说 现在绿营要 努力的去划分 切割 杨慧如 听说杨慧如跑到国外去 躲风头了 避风头了 那么 蓝营 实在是 你们 用功一点嘛 要去找他的资料 也要好好去找他这个 中南捷径 当时走到一半 后来 没有毕业也没有关系啦 这个中南捷径 毕竟已经是走通了 那么 杨慧如的事情 我们先讲到这里 因为 如果真的我要去发展这个 国发所的这个 陈明通高徒的整个清单的话 真的是可以讲一百集 那 我们就一个一个慢慢来吧 以后有空 我们就一个一个挑出来说 你们也可以点名 大家也可以上去这一个 台大国发所 去download这些资料 然后我们开始点名 也许就照着这个 年级的 毕业的学年度的顺序来讲也可以 或是照姓氏比划来讲也可以啊 这个其实可以讲的还真的蛮多的 那为什么通通都跑到这里去了呢 甚至里面还有从大陆跑来的政协委员 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我们讲到这里 其实一定要不能放掉的 就是一定要继续追 有关于现在正在热烈进行中的 就是蔡英文担任 蔡英文是重要股东 大股东的 现在这个郑中企业最重要的股东 不就是蔡英文吗 他的持股比例高达七个百分比 那郑中企业正在向台北市政府澄清 澄清什么呢 要将海霸王的这块土地呢 这是一个土地的地幕 叫做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建筑用地 要把它变更成商业区 变更成商业区 然后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分析了吗 这个东西呢 在1999年4月12号 被原则同意 被台北市政府原则同意 那这个台北市政府是谁在位的时候呢 马英九在位的时候 然后他被原则变更的时候呢 当时1999年啊 这个台北市议员叫秦立坊 他咨询过这个事情 好我们也请这个导播进来 他的这个咨询稿 他就说啊 这个从公园预定地 变成了中央军事学校同学会馆的建筑用地 还有八米的计划道路用地 结果中央军事学校同学会馆在哪里 盖了没有 结果台北市政府的当时的执行秘书 叫谢木舟 他说没有 这个也说谎 有 有盖 有盖 我们把那个建筑执照拿来看 来我们请导播进这个建筑执照 建筑执照就是任觉五 百万赞 申请的 然后这个东西还是民进党的立委 自己迫在自己的脸书的 任觉五 任觉五是谁 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吧 所以任觉五确实用中央军事学校同学会的这个名义 因为那时候这个是一个幽灵的单位 所以他用个人的名义就去起造了这栋大楼 结果这栋大楼最后根本还没开张 还没拿到死照 就直接土地连同建物落到了谁手上 蔡杰森 还有张伯年的手上 张伯年就是蔡英文的异姓的哥哥 好 那么落到他们手上之后 在1969年摇身一变为郑中企业 我们必须要说郑中企业在那个年代 你做生意 有必要有这么大的胆子 把蒋中正的名字把它倒过来用吗 有必要吗 有必要吗 可是可能有必要 因为这块土地的旁边就是谁呢 德惠街啊 旁边就是宪兵指挥部 当时是谁呢 全部都是美国的驻军 他的俱乐部 他的会馆 他的PX福利社 服务的也是什么呢 美国的这个军人 因为那时候韩战结束之后有越战 823炮战越战 然后越战因为时间很长 所以每五个月在越战的这个战场上的美国大兵呢 就踹着五个月的现金的薪水 就飞到台湾来度假 那么所以有疲漏经济 这个我们已经举证过了 那在我们的这个 蔡英文落门这三本书里面的第三本 也会有响气的揭露 那么所以这个谁会去在那个年代 叫做正宗企业呢 显然是讲世在后面庇护 所以从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询问 蔡英文你认识Emma Oxford吗 这是你珍贵的宝贵的指导教授 Michael Elliott的夫人 Emma Oxford他的父母 就是蒋介石夫妇的座上宾 蔡英文你为什么在LSE可以拿到Henry Lewis奖学金 Henry Lewis Time杂志的创办人 跟蒋碰美宁夫妇的关系有多么密切 Time杂志在那个年代 在有人指控这个蒋家蒋氏的政权 他们一家都是贼 在那个年代里面 Time杂志几次用封面 报导了蒋氏夫妻 所以Henry Lewis讲学金可以凭空而来吗 我们看今天蔡英文所有的资料后面显然有人在扫尾 所以查起来非常的痛苦 但我们也查到了现在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党国之女 她的行径是不是比较像情报单位在掩护 在扶植在保护的对象呢 我们下一集见 所以那个Helen的使用 我天天在用 从快三年 我比如说其实我很怕冷 我以前没有人在我旁边会睡不着觉 因为没办法自己生热 我真的就是用到四个的那个人 你真的是很厉害 我们常常觉得说你怎么有办法睡得着 这样不会太热吗 不会 我喜欢 真的超舒服 因为我只要盖一件比较薄的 也不用盖得太厚的棉被 因为我们现在棉被 现在有可能比较轻 我们以前的棉被是比较重的 对这个可能是共同的现象 冬天的棉被已经一年四季都没有在用 不用去盖以前老旧的那么重的棉被 我就只要盖一件轻轻的 然后看到四度 哇好舒服 就可以一觉到天亮 然后最重要是因为我这几年都有在露营 就像我昨天才从宜兰的山上下来而已 晚上是12度 我是靠着这个度过这两天的冬天 尤其是这种天气的时候 可是我告诉你 我连在那边聊天的时候 我都把它放在我的脚底下 连我们有朋友带小孩子去 他就坐在我的这个地垫上面 因为这越晚越冷 然后等到我都大家测了 我就把它搬到我的 因为真的很轻 方便 我就把它搬到我的床上去了 哇就一觉到天亮 你就放在我的气垫床的上面 气垫床的上面 对 然后我上面还会再铺一个床单 就跟在家里一样 然后专面睡袋 对 好那这样太舒服了 真的好快幸福了 其实我也不用专睡袋 我就把睡袋打开了 就直接睡上面了 就已经很保暖了 我原来是这么晚的 对 健康守护联盟 与您一起守护健康 Apollo Fiber Inside的产品 现在到这些地方也买得到啰 高顾联诊所 台北市中山区北安路607号 地下一楼 芳泽药局江华市中山路三段434号 可卖皮鞋 台北市市林区文昌路74号 知新药局台北市双山区八德路三段148号 欢迎加入健康守护联盟的行列 让我们一同守护健康 加盟专线 02-8791-9010